白色轿车准备左转离开婚宴馆 一辆即使的灰色轿车高速飞快撞上 两车猛烈对撞后滑行旋转道路旁 车壳碎片瞬间四散 桃园负担路四段本月十号发生了惊悚车祸 成型驾驶结婚密老婆下班惨遭撞上 如今事后监视器画面流出 开快车的回车驾驶下车后走向成型驾驶 拖着对方去看车损状况 接着驾驶情绪失控朝着成型驾驶狂打猛揍 只见成型驾驶痛得蹲坐在地 回车驾驶还用力捕踹一脚 冻出完又自称头痛 无法等警方到场 坐上朋友接应的车辆 肇事逃逸离开现场 赵桃男子他当下还能滑手机 慢悠悠地走上车 头痛说辞让人难以相信 开着跟朋友借来的车 飙速赵桃又冻出 这下吃不完兜着走 除了吃上行则还得负担维修费 得到的教训真的很贵 记者刘志甲李宗泽 桃园采访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